感造企劃 變港風少年 還有果宅的髮型 這超級復古的耶 它做總共開了70年 成年成年 好帥喔 很帥耶 很帥耶 1970年代港星 1990年代 來 給我看側邊 嗨 大家好 我是海莉 歡迎來到海莉的香港型系列 今天是特別企劃 因為我從小到大 其實是電視兒童 我從小到大 最深刻的回憶呢 就是我看 是時候該來改造我們工作室同仁 我今天找了一個超級道地香港 它叫做上海國賓理髮廳 我要把他們送進去 變港風少年 做一些古貨宅的髮型 變得更帥 所以我們這次來看感造企劃 然後我們剛剛搭地鐵來到銅鑼灣站 預計從F2這個出口出去 然後走路到上海國賓理髮廳 然後我們今天其實主要要剪頭髮 是我們的剪輯師Jay 然後我剛剛已經幫他找好剪頭髮的範本 就是誒 誰要剪那個 陳浩南 陳浩南的範本 銅鑼灣只能有一個浩南 我跟大家說來香港搭手服梯 一定要握好 因為要手服梯 超快 超快 我有查了一下 因為 古貨宅系列 比較有名的女生就是吳俊如13妹 我現在髮型很適合嗎 她有陰氣耶 我可以二選一 我要買就是13妹 要買就是小潔八 大家覺得哪一個 大家覺得哪一個比較合適 我覺得小潔八滿符合我的氣質的 在藍方道上面就是Gentle Monster旁邊 這裡超級超級復古的 很繁華的都市街區 要保留這麼復古的招牌 喔 她的電梯好酷喔 超級復古的耶 喔 而且它裡面還有一個鐵門 然後再拉起來才能按電梯 你是主角 你要剪陳浩南的頭 我沒有要剪陳浩南 陳浩南 我要剪舒華 他現在表定是寫二樓 但我有發現香港這邊樓房啊 他們在我們台灣認知的一樓 都是寫G就是Ground 就是有點像大拼層的意思 然後他們的E就是我們想像的那個二樓 然後他這裡寫二就是要爬到第三層樓這樣 緊張嗎 沒有 師傅他要剪很香港的朋友 沒有 我沒有 你可以幫他設計嗎 對 要很帥喔 本來就是帥 帥 剛剛林法師爺爺說這個椅子是古董 有七十年的歷史 給師傅發揮啦 A是這樣 這樣可以嗎 就是不要刺刺的 可是就是要隔壁 像我戴這個 可是要更新 他用果宅的髮型 他用果宅的髮型 這連脖子的毛也都有剃 還會先塞耳朵 這個髮頭髮 八十年了 八十年了 這個也是古董 陳鋒姬也是古董 頭髮往旁邊剝啊 好看多了 你有鬍子嗎 有耶 很好笑 一點點 沒有得剃 對 很乾淨耶 你的臉現在變得很清爽嗎 好吃 好吃 陳鋒陳鋒 好帥喔 很帥耶 很帥耶 你還有修臉耶 對啊 他說有變白了 有啊 1970年代港星 1990年代 來 給我看側邊 清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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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講 我發現這裡不只器材 器具很復古 他連 毒物都很復古 金少年 然後漫畫 還有龍珠 這超是復古的耶 對師傅打餐的人就是我 原本想說我可以 就是透過洗夾剪弄一個復古造型 可是師傅就說我這個要弄燙的 然後他們是六點半結束營業 四個人在 一號 二號難磨 不要再看寫真集了 三號難磨 四號難磨 所以香港理髮一日有 我們花了大概一個半小時左右 然後我們今天是禮拜六下午來吃 他生意非常好耶 總共有大概四到五個爺爺 是師傅理髮師在幫他們剪 然後其實陸續一直有客人來 一直有客人來 剪髮加洗髮大概一百八十港幣 乘以四 就等於也是 七百多塊 七百多塊 我覺得很OK耶 我覺得很OK 但唯一不OK是洗頭髮 他是用指甲 一般我們洗頭可能是用指腹 但他們是用指甲 而且洗得很快 他們就大概 就沒了 大概一分鐘 對我那時候又去拍這個別人在剪髮 轉過去誒至於已經要去衝頭了 因為我們在台灣如果你去單純洗髮的話 他大概會洗個十分鐘左右 然後他花比較多工夫的在吹頭髮 至於有沒有整個換人一新 運港新 噔噔 好漂亮喔 給牛大大你現在還是很潮流的現代港 我覺得在這個這麼個三十度的銅鑼灣 進去洗個頭髮很舒服 而且其實在剪的時候有感受到 就是師傅雖然很老 可是他的每一刀都是富含那種四五十年 就是在做一件事情的功力 非常有溫度店家 然後彷彿好像回到那種 七零到八零年代香港的感覺 裡面的東西都是原汁原味 就是要找到這種把整臉 就是剃乾淨的店家不多了 我跟你講他那個幫你刮鬍子 他是整個壓在你的肉上面 然後由壓進去再開始刮 所以他刮得很乾淨 跟我們自己刮不一樣 第一位是我們的男模 是我們吃飽就睡工作室唯一穿口 請認名丹尼爾大大 好 下一位 是我們的復國攝影師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最近影片質感變很好 都是至於拍出來的 來來來來 帥哥帥哥 好 第三位 欸 能把陳戀安智的頭髮吹那麼膨 不得了欸 再來是我們吃飽就睡衛生 我們肌簡直是李杰鴻先生 來一個妖嬌的POSE 妖嬌的POSE 妖嬌的POSE 我們歡迎徐海麗 呂明星 我跟大家來講我真的很難過耶 原本還想說我今天可以做一個復古的造型 然後頂著那種半屏山逛銅鑼灣 四個男生有人刮鬍子有人做全套 有人只有洗頭吹頭 偷偷花了720塊港幣 就講吹多欸 反正平均下來一個人到 5到800塊左右 但我覺得如果你有 剪頭髮吹頭 然後跟刮鬍子需求 它的那個全套 200塊港幣的最划算 然後我剛剛就問了一下 剛剛幫我們收錢的那個 理髮師爺爺說 喔 這一間上海薄冰理髮廳 它開了多久 它都總共開了70年 裡面的隨便一把吹風機 70年歷史 那個椅子 70年歷史 所以大家以後來香港玩 不只可以去逛一些 新潮的商店街 其實是同胞灣這邊 彎一個角落 一個彎然後 上三樓 其實就可以去體驗 真正很復古 很道立的港式味道 來 港式帥哥 我後面擺個POSE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一系列 體驗然後看電的影片 拜託幫我按個讚 也別忘了訂閱 每一則留言我都會看 大家掰掰